我跟他在一起差不多已经有两年了 自从他青年工作之后 他对我的感情就一落前掌 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感觉他已经不爱我了 参加了工作以后 各种事情需要忙 没有像以前那样 所有的事情都顾及到他 在我的心里 我还是很喜欢他 很想跟他在一起的 最近他身边出现了好几个追求者 而且他对其中的一个追求者 关系很暧昧 我感觉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 跟他一起走下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江 24岁来自邯郸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新 23岁来自石家庄 是一名教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教什么的老师啊小新 语文 小学语文 初中语文 小学 兄弟 说是在同一家饭店认识的 是的 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打工的时候 我在后厨 他在前面当服务员 你不是职员吗 那时候我还上学呢 勤工俭学的好孩子 我俩已经好了两年了 好的时候都在上学 假期的时候出去打工 后来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回学校嘛 每次晚上 我的手套丢了 他就是不告诉我的情况下 把手套放我的兜了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后来我就追他 那手套找不着了是你故意的吧 不是 当时也就是出于关心 然后我觉得他大冬天子怪冷的嘛 然后我就把我的手套就借他先戴一下 是你的手套啊 你看人余老师心多细啊 那会儿喜欢他吗 那会儿还没有感觉 后来嘛 就是经过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主动找我聊天啊 家务QQ各种聊天 慢慢地对他了解也多了嘛 后来我感觉他这个人还可以 就慢慢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不错不错 怎么了现在 就是那个 我们两个在一起 这不也就两年多了嘛 刚开始的时候感情也挺好的 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也很甜蜜 但是就我参加工作以后 就我就发现他做事的一些方式很幼稚 总是做一些让我生气的事情 最生气的就是他最近就怀疑我 有爱没关系就不信任我 就因为这个吧 他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可是我就觉得吧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两年多了 并且父母双方都挺认可我们的 所以我就感觉我们两个不能分手 必须得好好在一起 你感觉你们两个之间没什么吗 自从你毕业之后你就对我变心了 你知道吗 对我多冷淡 我哪变心了吗 你打电话对我爱搭不理的 就算你接到之后也没有什么聊的 两三句就挂了 我有什么事都不敢跟你说 不管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 都不敢跟你说 就怕哪一不小心惹到你 让你大发雷霆 我特别害怕 至于吧 咋不至于 我那时候那么的喜欢他 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呢 他比我先毕业 他比我大一点 他总说我变心 我没有变心